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2024年7月18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BOSS时政经济 我是BOSS 各位看官,今天咱们又要来聊聊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经济数据了 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了最新的工业生产数据 乍一看,还真有点让人眼前一亮 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3%,这数字看着还挺唬人的 是不是又到了风景这边读好的时候了 但是作为你们的老朋友BOSS,我可得提醒大家,这数据背后的猫腻可多了去了 现如今,这些经济数据就跟比基尼似的,看着挺好看 该遮的地方可是一点没少遮,咱们得睁大眼睛 仔细琢磨琢磨这数据背后到底藏着些什么门道 首先,咱们得好好掂量掂量,这5.3%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 说是同比增长了5.3%,听着是不错 但是,大家可别忘了,去年这个时候,咱们可还在被那魔幻的风控政策折腾的死去活来呢 各行各业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就这样的高基数 今年的数据怎么着也得翻个翻才能对得起咱老百姓的期待吧 结果呢,才增长了这么一丁点,这不是在糊弄鬼了吗 再说了,这5.3%的增长里头,有多少是靠着房地产回光返照,拼命赶工期给撑起来的 大家想想,要是去掉房地产这个水分大户,这增速怕是要打个骨折了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那可是真真而的病入膏肓了 地产商们为了活命,使出浑身泄数来赶工期,抢业绩 这才勉强支撑起了一点可怜的增长 但这种增长能持续多久,恐怕连地产商自己都说不准 说到这儿,咱们不妨再深入看看这数据里更精彩的部分 先来说说国企和民企的表现 数据显示,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只有可怜的3% 而私营企业可是达到了5.7% 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这些年大力扶持的亲儿子们 效率还是一如既往的低下 反倒是咱民营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硬生生地把经济给扛了起来 这让人不禁要问,咱们这些年的国企改革到底改出啥名堂来了 那些个改革方案,三年行动计划啥的 到头来,不过是废纸一张,国企吃着政策红利 享受着各种优惠,结果还是这副德性 这不是在啃老吗?反观咱们的民企,顶着各种压力 硬是把日子过出了花样来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的企业 再来看看外资的情况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只有区区2.9%,创下新低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正在加速崩塌 想想也是,现在又是地缘政治紧张 又是政策反复无常 谁还敢把钱往火坑里扔 这外资撤离的趋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去年开始,就有不少跨国公司 敲咪咪地把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印度等地 现在好了,这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些各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开放的口号,在这些实打实的数据面前,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看看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水泥产量 数据显示,6月份水泥产量同比下降了10.7%,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要知道,水泥可是基建的命根子,水泥产量下降,说明基建投资增速放缓,这铁公鸡的老套路还能玩多久 过去这些年,一道经济不景气,咱们就靠基建投资来拉动增长 但现在看来,这招怕是也不好使了 地方政府债态高筑,哪还有钱继续大搞基建 再说了,这些年修的桥啊,路啊,有多少是真正有用的,有多少是为了完成任务,硬生生修出来的僵尸工程 这种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早就该改了 再来看看制造业的情况 6月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看着还不错是吧 但是细究起来,这里头的问题可不少 首先,这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 比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1.3%,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13.1% 这些行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补贴 但是,其他很多传统制造业的增长就乏善可陈了 再说说汽车制造业 6月份,汽车制造业增长6.8%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37.0% 这数据看着是挺漂亮 但是大家别忘了 这里头有多少是靠补贴堆出来的 现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价格战打得火热 但是真正能赚钱的企业有几家 这种靠补贴和烧钱换来的增长能持续多久 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 咱们中国经济现在是真病了 这归根在哪,说白了 就是那帮老爷们一味地追求虚假的GDP数字 搞那些面子工程,却忽视了实体经济的死活 忽视了老百姓的真实感受 现在好了,外资跑了,内需疲软 房地产泡沫一戳就破 再加上美国佬的制裁 这经济的三驾马车 怕是要变成三匹脱江的野马 拉着中国经济一路狂奔,奔向悬崖 咱们再来仔细瞧瞧 这经济的三驾马车现在是个啥情况 先说投资 过去这些年,咱们一直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特别是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但现在呢,基建投资已经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地步 在修桥铺路也难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了 至于房地产投资,那更是风雨飘摇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哀鸿遍野 那些各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型房企 现在一个个都成了过街老鼠 债务缠身,濒临破产 再来看出口 过去几十年,出口一直是咱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但现在呢,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再加上美国老的各种制裁 咱们的出口形式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那些靠出口起家的沿海地区 现在可是叫苦连天啊 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这样的新闻可是屡见不鲜 最后说说消费 理论上说,消费应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但是咱们看看现实情况呢 老百姓的钱包鼓不起来 消费自然就上不去 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费用 这三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再加上就业形势不佳 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也不乐观 能不能保住饭碗都成问题 谁还敢大手大脚地花钱 这么一分析,咱们就能看出 这经济的三驾马车 现在是真的陷入了困境 投资增长乏力,出口举步维艰 消费不振 这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 更让人担心的是 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 这些都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才能解决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咱们有这个决心和魄力进行彻底的改革吗 说到改革,咱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大问题 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一直是咱们经济的顶梁柱 但同时也是效率低下 创新不足的代名词 数据显示 国有控股企业的增加值增长只有3% 远低于私营企业的5.7% 这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些年的国企改革 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国企占用了大量的资源 享受各种优惠政策 但是效率却远远落后于民营企业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 不仅会拖累整个经济的发展 还会打击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毕竟在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 谁还有动力去创新 去冒险 再来说说创新 现在大家都在喊创新驱动发展 但是咱们真的在为创新 创造良好的环境吗 看看那些高科技企业的遭遇就知道了 动不动就被查 动不动就被罚 这样的环境下 谁还敢大胆创新 再看看那些科研人员 在为论文 为职称的评价体系下 真正能做出创新性成果的 又有几个 说到这儿 咱们不得不提到教育问题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是创新的源泉 但是咱们的教育体系 现在可以说是问题重重 从应试教育到内卷 从教育公平到教育质量 每一个问题都足以让人头痛不已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 咱们拿什么来支撑未来的发展 再来看看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这些年 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是风生水起 但是中西部地区呢 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在不断扩大 这种不平衡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 还会制约整体经济的发展 毕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不能只靠几个发达地区来支撑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 就是人口老龄化 咱们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减少 社会福利支出增加 经济增长 动力不足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 将会成为压垮咱们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说了这么多问题 可能有人会说 Boss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其实不然 我这是希望通过指出这些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 因为只有正式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必须下定决心进行全面深化改革 这个改革不是喊喊口号写写文件就行了 而是要真刀真枪地干 要打破利益集团的阻碍 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 勇于向积存多年的顽己开刀 其次要真正重视创新 不是嘴上说说 而是要为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培养创新人才 同时也要容忍失败 给创新者更多的视作空间 再次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过去4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 现在我们更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推进改革开放 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 此外还要重视民生问题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 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要逐利解决教育 医疗养老等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汇集全体人民 最后我想说的是 咱们必须要有危机意识 现在的国际形势风云变换 全球经济格局正在重塑 咱们面临的挑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如果还是抱着大国崛起 东升西降的美梦不放 那就真的要摔个大跟头了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 过去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 高投资 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已经走到了尽头 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升级 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长期的经济停滞 甚至是衰退 这种转型升级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它不仅需要经济结构的调整 更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 这里面牵扯到太多的利益纠葛 太多的既得利益者 要推动这样的变革 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因为如果不改变 等待我们的将是更大的危机 想想看 如果经济持续低迷 会发生什么 失业率上升 社会矛盾激化 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社会福利难以为继 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 足以引发一场社会动荡 所以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而且要快 首先要大刀阔斧地 推进市场化改革 要真正打破行政垄断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股有企业该改革的 要坚决改革 该退出的 要坚决退出 只有这样 才能激发市场的活力 提高经济效率 其次 要下大力气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比如说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 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 这些产业 不仅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还能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再次 要真正重视科技创新 不是简单地增加研发投入 而是要从体制机制上 为创新松拔 要给科业人员更多的自主权 让他们能够自由探索 大胆创新 同时 也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让创新者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 此外 还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是创新的源泉 要彻底改革应试教育制度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同时 也要重视职业教育 为经济发展 培养更多的技能型人才 最后 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必须要重视民生问题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要逐利解决 教育 医疗 养老等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 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 汇集全体人民 只有这样 才能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才能为经济发展 提供持续的内需动力 说到这儿 可能有人会问 Boss 你说的这些问题 政府难道不知道吗 为什么还迟迟不见行动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说实话 这些问题 政府当然知道 但是 知道是一回事 真正去解决 又是另一回事 首先 这里面涉及到利益集团的问题 任何改革 都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 而这些人 往往都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有能力 有资源 来阻挠改革 其次 还有思想观念的问题 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 和固有模式 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很多人 还在沉醉于过去的辉煌 还在幻想着 靠老办法 就能解决新问题 再次 还有政绩观的问题 在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下 很多官员 更关心 短期内能看得见 摸得着的政绩工程 而不愿意 投入到那些见效慢 难出成果的 长期性工作中去 最后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改革是有风险的 在当前复杂的 国际国内形势下 很多人担心 贸然改革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所以 宁可维持现状 也不愿意冒险 但是 我要说的是 不改革的风险更大 如果我们继续固守现状 不思进取 那等待我们的 将是更大的危机 所以 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和决心 去面对这些挑战 去推动真正的改革 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不仅仅是政府 还包括企业 社会组织 以及每一个普通公民 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企业家要勇于创新 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 科研人员要潜心研究 为国家发展贡献智慧 普通公民要提高自身素质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共同推动中国经济 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说到这儿 我想再强调一点 我们要有信心 但不能盲目乐观 有些人可能会说 Boss 你说的这些问题 听起来是挺严重的 但是咱们中国 不是一直都能化险为夷吗 过去那么多困难都闯过来了 这次肯定也没问题 对此 我想说的是 是的 我们过去确实闯过了很多难关 但是 我们不能总是指望侥幸 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相同 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 更加严峻 首先 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恶化 给我们的发展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其次 国内的矛盾和问题 也在积累 人口老龄化 环境污染 贫富差距扩大 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 都在考验着我们的治理能力 再次 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 人口红利消失 资源环境 约束加剧 传统产业升级困难 新兴产业还未形成规模 这些都让我们的经济增长 面临巨大压力 所以 我们不能再抱着侥幸心理 指望问题自己会解决 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要有危机感 要有紧迫感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下定决心 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 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首先 我认为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发展 过去我们过于追求GDP的增长 而忽视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现在 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提高发展的质量上 追求更加平衡 更加包容 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具体来说 我们要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同时 要淘汰落后产能 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效耗 提高创新能力 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特别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为科研人员松绑 让他们能够安心做研究 深化改革开放 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打破行政垄断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 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 推进绿色发展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推动节能减排 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要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 同时 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让更多农民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 加强民生保障 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解决好就业 教育 医疗 养老等民生问题 特别是要关注弱势群体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 汇集全体人民 提高治理能力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公信力 要大力推进法治建设 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这些措施听起来可能有点老生常谈 但关键在于如何落实 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喊口号 写文件的层面上 而是要真抓实干 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 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政府要转变职能 提高执行力 企业要勇于创新 承担社会责任 公民要提高素质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只有我们齐心协力 才能真正推动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 说到这儿 可能有人会问 Boss 你说的这些听起来都挺好 但是真的能实现吗 毕竟我们面临的问题这么复杂 挑战这么严峻 对此 我想说的是困难确实很大 但我们别无选择 如果我们不改变 不改革 那等待我们的将是更大的危机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勇气和决心 去面对这些挑战 去推动真正的改革 历史告诉我们 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机遇 四十多年前 我们面临的困难不比现在小 但我们通过改革开放 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现在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深化改革 推动新一轮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这次的改革可能会比过去更加艰难 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触及的利益更加广泛 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 更强的决心 更高的智慧 特别是我们要警惕改革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由于无法顺利实现经济转型而陷入长期停滞 我们必须要吸取这些教训 避免重蹈覆辙 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落入这个陷阱呢 首先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只有不断创新 我们才能保持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我们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支持科业人员大胆探索 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 其次我们要大力发展教育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是创新的源泉 我们要深化教育改革 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特别是要重视职业教育 为经济发展培养更多技能型人才 再次我们要推动产业升级 要淘汰落后产能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优化经济结构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要发挥好引导和调控的作用 但不能过度干预市场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必须要有长期的战略眼光 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 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 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 不断调整改革的策略和方法 屏幕前的大家看待 2024年6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5.3%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的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